好,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家常豆腐 先把豆腐切成这种小块 然后我把豆腐油炸一下 冷油下锅,热油煎的到处都是 因为是不粘锅,不怕的粘 全部进入豆腐,然后把豆腐炸到很多小孔就可以了 然后便于下一步一烧就进味 油炸这一步,很重要 我们这个是润豆腐,所以没有焯水 如果是老豆腐比较硬的话,可以焯一下水 水里面放点盐,把豆腐过一点水,去一点豆腥剂 然后用冷水再一斤,那个豆腐它就不容易过 然后再过油 一般就是老豆腐和嫩豆腐这个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豆腐杂质这种表面有很多蜂窝状就可以了 说明里面就是很多的间隙 等会我们烧豆腐的时候,那个汁 盐什么的就会渗入到进去 那么豆腐里面的就是入味 这样就可以了 很多的缝隙,很多的小孔 这顺便给油,煸香 做豆腐纸粉蒜饭,不给姜 他很好吃 干杯 好 加点开水 烧吧 如果你把肉末先炒香再放豆腐 那就是叫肉末豆腐 我这个就是清烧 因为他们吃的我都吃多 好 好 这个就差不多了 好 好 好了 好了 这个豆腐就烧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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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